- 妙殺小啊!! 能說說從小到來玩電腦遊戲的順序嗎? 有含有網頁遊戲嗎? 還是只有線上遊戲?或單機遊戲? 從小到大喔? 第一次玩好像是玩那個炸彈超人那個 炸彈超人很像...很像淡水阿給那個有沒有 可是他是炸彈超人 那我很曉得我...大概幼稚園小一的時候玩的吧 再來應該就是什麼番薯騰啊、冷鬥風雲啊 一些網頁遊戲吧 什麼好玩遊戲區啊、立的小遊戲啊什麼的 然後就是風之谷吧 再來就是風之谷、跑跑卡丁車 淡水阿給 百變恰吉 這一類的吧 然後...火線特戰隊 這都排的差不多啊 可能就是一兩年內都有玩過啦 就可能三四年級 二三四年級玩的 這兩三年內玩的 之後...之後就是CS了吧 我玩的遊戲很少 之後...之後...阿沒有 之後可能是GBA 模擬器 然後就是CS了 CS喔 1.6 再來...再來就是... CSGO 英雄聯盟 這樣吧 玩遊戲很少 有沒有要玩爆爆王 爆王不就淡水阿給 越南大戰 還好 因為那時候越南大戰 沒有覺得很好玩 沒有爐石嗎 沒有 沒有 我有玩過爐石阿 但是我知道... 至少知道那是個課金遊戲之後 我就不玩了 我發現別人的牌怎麼都那麼屌 阿我的牌怎麼直接死人牌 他的魚人一次叫兩三隻出來 阿我的魚人丟一隻就是有一隻 我就知道這遊戲是笨game 我玩就沒玩了 太低了 還要花錢...還要花錢之後 去死一死好了 神魔之塔 神魔之塔不算電腦遊戲吧 算手遊 那個就是運氣遊戲 運氣遊戲就... 要...要玩運氣遊戲 幹你怎麼不去玩什麼什麼 德州撲克還是什麼的 還可以賺錢 幹玩...玩什麼 跟人家...跟人家玩什麼那個... 爐石 沒...沒意思 去玩德州撲克對不對 讀一個大的 讀一個爽的 這麼愛讀 可以去把淡水阿給嗎 淡水阿給其實以前也沒有在秀阿 以前以前馬都... 以前那時候玩的時候馬都認真玩 是之後...之後有... 後...後期一點有什麼 野戰之士那個...那個時候 有人發明那個卡那個半身 那個時候已經沒玩了 後來回來玩才知道幹有這種東西 以前那時候很小時候玩的 以前那時候... 那時候... 改爆爆王的時候就沒什麼再玩了 他改名叫爆爆王的時候就沒什麼再玩了 那時候開過掛嗎 去網咖玩... 去網咖隨便一個地方馬都有掛 小時候小時候覺得幹... 這裡有... 這裡有那個耶... 試玩一下 但通常都在網咖一玩啦 而且... 也沒有好... 因為用那個很容易斷線 其實有些... 有些爛一點的很容易斷線 你也不會想要一直用 就... 就還好... 有... 也沒有到一直用... 也不會一直用 用那個很容易斷線 一圓巧克力條 幹以前上課都吃爆 巧克力條 以前國中上課都吃那個 全院好思多是什麼 是有人在好思多打架 玩恐怖遊戲嗎 沒有耶 沒有玩 有遊戲第一關 拆足球巧克力包裝不能破掉 好像有點難耶 包裝搞不好本來是破的 金幣巧克力很難吃吧 那又一個怪味 主播手都不簽金手指拿神器當國就好練那麼累 你給我啊 登登登登登... 金幣巧克力好像要攪臭味 呵呵呵 有嗎?有那麼...有那麼...有那麼...有那麼噁嗎? 多少帶點臭... 我只要那很難吃啊 有複製道具的bug嗎? 我知道但我不會用 有那麼噁心 有的話我這媽的 神奇糖果200個一直開吃 紅紅的零食 一條那個很像檳榔的那個 手槍型的巧克力 裡面一顆一顆的那個嘛對不對 那我也有吃過 漢堡糖 漢堡糖太牛逼了 這次用什麼玩的? 平台... 對啊...Switch 沒錯 用Switch玩的 裡面是巧克力豆 沒錯 像捲齒的口香糖 石頭巧克力 石頭巧克力要去那種 糖果餅乾的那種批發 批發才有 路邊...7好像很早在賣 好像沒有看到 那叫什麼?大理石喔 大理石巧克力吧 現在他幫他取了一個 好聽的名字叫大理石巧克力 好像都有一種老人臭了 哈哈哈哈 顏色好像臭臭的 那嘉靈味都跑出來了 嘉靈味 臭臭 有點嘉靈味喔 嘉靈臭 住什麼區 欸... 前陣鳳山啊 前陣區鳳山區都可以 對... 以前沒有... 會不會有可能 自己長的口會變 真的會變 會吧 以前珍珠奶茶我也喝全糖啊 現在喝全糖 我喝不下去啊 現在要喝微糖或無糖 以前小時候嘛都喝全糖 我會不會臨 他會不會喝 Af神話 我會想說 有心 還是收拾 我會不會是 幫我 買走了 買